謝謝大家到這來送我們 我們就要啟程了 九十二歲的臺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再度身負重任 代表臺灣第七次出席IPEC領袖峰會 他說這個兩岸的經濟發展 都是一樣的 他說張忠謀再度代表總統出訪 肩負使命 其實早在2006年前總統陳水扁任期時 就開啟了他的領袖代表之路 當時IPEC峰會還在越南舉行 2006年蔡總統上任後 2018年到現在都是由張忠謀出任 他不但是代表臺灣最重要的這種產業界 然後他更能夠代表凸顯出 臺灣重要的意涵 所以說過去幾年來 其實這個世界各國的這個政府都已經多次派出這個政府官員來跟張忠謀接觸 但身為企業家代表出席IPEC會議張忠謀他不是第一人 一直走三年四月二十七號 國王會談這歷史性的疑惑是兩岸分治對立四十四年後 搭起的第一座溝通往來橋樑 企業家代表總統出席IPEC就是由郭政府首開先例 他問問我 我的口音是從哪裡 我說入港 他說奇怪 我的口音有嗆掉 2007年宏祭創辦人施政榮 也曾以擬作代表的身份 出席澳洲雪梨舉行的IPEC年會 讓他此生印象深刻 隨著兩岸局勢繃緊神經 總統大打企業家牌 還避免失遭也增少政治敏感度 三選中日的副辭台北報導